新疆出土福西女娲图 竟然揭晓了人类基因奥秘 难不成在上古时期 古人就知道了人类基因的秘密 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是 创造人类的古神呢 在新疆阿斯塔纳 一座大墓正在被发掘 这里从被发现的衣食 就被称为了我们的地下博物馆 这里墓葬分布的密集程度 简直可以说 这就是最盛大的地下博物馆了 根据考古人员的介绍 我们知晓了这里的秘密 这里从西晋时期 一直到唐朝的墓葬 足足有500多座 如果说这就惊艳了你的眼球 那么请你接着往下看 据考古人员所说 他们打开这些棺果后 发现里面埋葬的尸体 竟然没有一具是腐烂的 也就是说 这里的墓主人们 经过了千年的岁月 还保持着自己下葬时的姿势 如果不说是真实的考古现场 大部分人都会以为 这里只是一个电影拍摄地 最令人惊讶的是 有些墓主人 就连自己的五官和眉毛 都是清晰可见的 新疆这里本就神秘无比 特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许多奇迹 然而接下来的发现 却让在场的人都不淡定了 他们在对古墓进行发掘的过程当中 意外出土了一幅画 事实上 这并不算是什么特殊的事情 许多达官显贵 都会将自己喜爱的书画 带到古墓当中 然而就在大家展开这幅古画后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福西女娲图 上方还有太阳和月亮 甚至连北斗七星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而画中人物手持的工具 更是让人不解 福西手中拿着的竟然是一把锯齿 女娲的手中 则是我们近代才发明出来的原规 这幅画为何如此古怪呢 新疆当地出土千年福西女娲图 上面不仅表明了山河星宿 日月灰光 甚至就连他们缠绕在一起的姿势 都让人震惊 要知道 我们人类在极其漫长的岁月中 才进化到了现如今的科技水平 可女娲手持的原规 则实在是让人诧异 现场专家猜想 古人可能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又怕我们后人不懂 这才将图画成这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古神画中 盘古大神开天辟地 造就了人类和动物的生活环境 但是当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为了将天补起来 女娲娘娘采集了七色神石 这才将破损的天给补了起来 虽然世界一片祥和 然而却缺少生机 之后娘娘便在河边开始用泥塑人 她模仿着古神的样子 捏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只要泥巴落地 他们就被赋予了生命力 成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在古人类的心中 女娲娘娘是最为伟大的存在 受到所有部落的朝拜 而福西的出现 则是更让人不解 传闻当年福西的母亲 独自进入了深山 可无疑之间 她碰到了一条大蛇 当年她的母亲 可是部落中最美的存在 但是人们从未得到她的芳心 结果在这深山之中 她在遇到大蛇以后 就失去了全部的意识 她只感觉自己浑身被缠绕得紧 等她醒来以后 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然而她却整整怀孕12年 最后生下了福西 可福西却如同女娲娘娘的样子 人身蛇尾 一样的长相 让她成为了女娲娘娘的左膀右臂 他们之后结为兄妹 为人类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幅图上就是他们 而他们缠绕在一起的样子 居然和我们连连链条一模一样 新疆出土千年福西女娲图 上面竟然有人类基因奥秘 考古专家在看到画的第一时间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 这幅画想表达的含义 在其他墓葬中 大家也出土过这样的图画 但是从没有如此诡异 他们缠绕在一起 十分惬意 后来人们发现 这图的样子 非常像是我们在1953年发现的 人类最基本遗传物 同样是双螺旋形 同样的结构形式 让人们陷入了沉思 我们之所以将远古大神所做的事情 称之为古神画 就是因为我们在后来的科技中发现 人类用了足足几百万年 才净化到了现在这个程度 而每一个古神画 都是我们的文化 这才没有被忘却 但是这实在是太巧合了 如果说几千年以前 他们就知道人类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直到近百年前 我们才发现DNA的存在呢 自从这幅画被出土以后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甚至就连联合国组织的杂志 都将其作为了首页插图 人类为什么会和动物有交集 这实在是令人困惑 在古埃及 有尸身人面向 在我们这里 有人身蛇尾 这样的事情 让无数专家困惑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古代人类 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如今 发现的新存在 首先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 繁衍性都是本能 一个群体的强大 势必会让自己 谋求更多福利和资源 不管在古代士族部落 一或者是现代 繁衍是第一要物 古人类很可能 只是把自己的想法 通过这样的方式 描绘了出来 至于和DNA有关 在人们看来 那不过是巧合罢了 虽然我们如今的科技水平 仍旧无法还原从前的一切 但是我们知道 总有一天 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揭晓 那么大家认为 这究竟是巧合呢 还是古代人类的超智慧呢 我们下期见